了解孩子是养育的起点 看对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我是爱卿 在这里跟你一起来探讨养儿育女的议题 今天要谈的是 孩子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孩子在学校里面生活 可能有时候会遇到 有人欺负他 那么通常父母亲是怎么反应的 可能会跟孩子说 有人欺负你 你就不要理那个欺负你的人 你去跟那些不会欺负你的人在一起 这个给孩子的建议 看起来是在解决问题 其实会制造更多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对孩子而言 他可能很在乎那个伤害他的人 人很奇怪 有的时候我们很喜欢一个人 可是明明知道这个人 他不喜欢我 可是你就是被他吸引着 其实孩子也会这样子 他很想跟在学校里面受欢迎的人 有一群朋友的人在一起 可能那些人会排斥他 会拒绝他 他就会在想 我就是一个没有人爱的人 所以他的自信很不好 父母亲都很关心孩子的自信 我希望怎么样来培养孩子有自信呢 所以父母亲可能就让孩子 学很多的才艺 让他在很多的竞赛中得名 那么当孩子有很多的奖状 奖杯的时候有朋友 亲戚来的时候就说 你看我的孩子又得奖了 孩子就很不喜欢父母亲 跟别人说这些事情 因为他不觉得 这是他自信的来源 他的自信来自于他要有朋友 所以有的时候 当孩子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时候 他觉得在学校里面 好像别人都会排斥他 他很希望跟别人有好的关系 这是他自信的来源 可是父母亲呢 在孩子受到别人欺负的时候 可能就会问欺负你的是谁啊 他在班上的成绩怎么样啊 哦 他是我们班上成绩最不好的 父母亲就想 哎 你何必为这种人生气呢 他成绩那么糟糕 我跟你讲 你现在好好读书 等到过了十年二十年 他就会知道 他根本比不上你 到时候你就发觉 其实啊 你比他厉害多了 你就不要再做受害者了 对于孩子而言 十年 二十年 我的未来 我晓得十年 二十年 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于孩子来讲 他的未来是今天下午 他的未来是明天 他的未来是这个周末 他的未来是即将来临的暑假 或者是寒假 因为对孩子而言 他需要看到的希望 就要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实现 今天下午放学之后 哎 我要跟同学里到一家店里面 去喝点饮料啦 我们要hang out一下 我们要跟他们在一起 讲的有的没的 就是享受一下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对他来说这是他的未来 可是如果他没有这样子的人 他就会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 他就会认为自己是个受害者 他受害于别人排斥他 别人不接纳他 如果父母亲跟孩子说 我跟你讲 你想要好好的努力 等到学期结束的时候 你看我们全家去旅游了 可能有新的这个手机要出来了 我就买一个手机给你 他可能觉得 哦 是不错的 可是问题是 我跟你们出去玩 我的同学都跟我的同学们一起出去玩 我很想跟我的同学出去玩 所以他也会觉得 你跟我的建议一点帮助都没有 他又再提醒他 他是一个受害者 而孩子最怕的 就是当他觉得他自己是受害者的时候 父母就真把他当成了一个受害者 小心翼翼 生怕再伤他的心 所以有时候父母亲反而对孩子 有了更多的宽容跟宽松 比如说孩子本来回到家 是不让他看手机的 但是父母亲知道 孩子在学校被别人欺负了 被别人排斥了 所以当孩子看手机的时候呢 就不特别的禁止他 跟他说 啊 你就再玩一下吧 因为知道孩子寂寞孤单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知道哦 原来我成为一个受害者 爸妈妈也把我当成一个受害者 我就会多玩一下我的手机 多打一点电动 所以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下 孩子更是不会从受害里面走出来 他会更把自己孤立起来 玩一个他自己觉得最有趣的活动 所以父母亲 当你的孩子他在一个被霸凌了 或者被别人欺负的情况之下 他需要你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 他需要你可以跟他一起谈他的感受 他在学校里面发生那些事情 他不要你帮他解决 他只想说 他告诉你 今天同学又不理我了 我今天一个人吃lunch 我今天一个人吃中餐 就是这样 父母亲不要说 那怎么办呢 你一个人吃中餐 那有没有人也是一个人吃中餐 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吃 他不要这些建议 他只想说一说 你就跟他 你可以跟他说 一个人吃中餐 那你觉得今天中餐好吃吗 你就问他这些事情就好了 他就会说 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啦 因为我喜欢吃的汉堡 就是这样就够了 他就会发觉 我虽然觉得我自己很孤单 我觉得我是社群生活的受害者 但是至少我有一个家 是温暖的家 他总是迎接着我 他总是能够接纳我 了解我 不论我在外面受到 什么样的一个不理解 或者痛苦 家永远是我最美的依靠 最能够信任的依靠 所以当孩子认为 自己是受害者的时候 他需要父母敞开双臂 来迎接他 拥抱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